-我有一個真正的感到的感到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雪莉姐姐說故事的時間 接續我們上一節續集動畫 讓網友們大吃一驚之後 我們今天要來繼續講剩下的故事 那我們今天要來Holy Share的就是 幾乎沒有人看過的 迪士尼動畫續集2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按右下角訂閱我們頻道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超多厲害的獎品和玩具公仔等著你們抽喔 首先第一部要來講的就是 獅子王的續集 獅子王2 星巴的榮耀 主要的劇情就是星巴的女兒 跟刀疤的養子要相愛的故事 那故事的劇情時間設定在刀疤死後 星巴和娜娜生了一個很好動的女兒 叫做琪拉雅 愛玩的琪拉雅有一天不小心闖入了鱷魚沼澤 在那邊認識了高福 但是不到一分鐘鱷魚就出來要攻擊他們 就在高福差點被吃掉的時候 琪拉雅救了他 之後他們兩個在草原玩的時候 卻被雙方的父母阻止了 這時才知道原來高福就是刀疤的養子 想當然這堆仇人也不歡而散 各自帶了各自的小孩離開 回家後刀疤的妻子吉娜就開始教訓小孩 灌輸他爸爸就是被星巴殺死的 並要他長大之後回去復仇 吉娜棒 之後當長大後的琪拉雅在學習狩獵的時候 一時被養母迷惑的高福就帶著手下放回去燒掉草原 想要幹掉琪拉雅 但最後還是放不下小時候的晚伴 所以把他救了出來 之後琪拉雅就帶著高福回家 但想當然一定是超級被排擠的 不過兩個獅子還是在相處的過程中 慢慢地培養出愛情 同時星巴也因為女兒的關係 開始慢慢接受高福 只不過 Gina棒怎麼可能就這樣放過他們呢 有次星巴不小心被Gina和他的手下包圍 但他卻誤會高福只是很心機地潛伏在他們身邊而已 所以就把高福趕走了 好委屈的高福喔 想當好人還被當成壞人 還好琪拉雅真的是不離不棄 兩個人相互安慰之後 就跑去準備調停不足之間的戰爭 雖然大部分的人都願意停戰 但是只有Gina棒不想 而且甚至想要反呼星巴 還好琪拉雅挺身舊父 最後琪娜掉進河里 結局就是兩隻小獅子結婚的 HAPPY ENDING啦 所以琪拉雅把他老公的媽媽殺死 然後還跟他結婚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其實我覺得獅子王2的製作水準 已經算很良心了 不像其他的像是 接下來要來講的是 雖然說獅子王的上一集 還有一些愛恨情仇的戲 但是在第三集 完全就是在搞笑 很好笑 非常好笑 一定要看 那動畫的呈現方式呢 就是以POPO跟丁滿他們的視角 去看自己主演的電影 然後中間還可以看到他們互相吐槽 就是電影裡面自己演的片段 真的是超級有趣的 那故事的劇情設定在一開始 獅子王第一集之前 原本丁滿是住在離榮耀石超遠的地方 跟親戚一起同時挖掘地道的工作 不過他什麼都做不好 不但讓地道貪方以外 還差點害親戚被土壤吃掉 在總統的情況之下 他決定自己去外面闖闖 找出自己等一片天 然後在路上遇到了POPO 他們兩個就一起朝著獅子家的榮耀石前進 再來第一個爆笑的點就來了 我們在第一集看到萬獸朝著剛出生的星巴敬禮 其實是因為蓬蓬忍不住放了一個大臭屁 導致他周圍的動物都被臭暈了 然後前面的動物還以為是要敬禮 所以全部都跪下來 真的是超鬧的 好憨喔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部電影的風格 還有像是小星巴在唱歌堆動物塔的時候 大家之所以會垮掉 是因為丁曼踢了大象一腳才會害動物們跌倒 其實我覺得就是有一種幕後畫面的感覺 讓大家看到就是鏡頭以外沒有拍到的東西 還蠻有趣的吧 之後在一次不小心掉下瀑布的機緣之下 他們終於找到了屬於他們的Hakuna Matata 那這時候螢幕前的他們還一起唱歌 真的超可愛 再來的劇情就到了 他們遇到身心靈受創的星巴 然後星巴長大之後遇到了娜娜 不久之後就陷入愛河 這時候就多了很多丁滿要拆散他們 但是都弄巧成拙的片段喔 之後星巴跟娜娜吵架 然後星巴決定去找刀疤報仇 丁滿原本不太想插手這件事情 但是在捧捧的好友勸說下 兩個人加上來訪的丁滿的家人 用他們最擅長的挖地道 狠狠的教訓的圖蘭頓 最後星巴成為獅子王 而丁滿也帶著他的湖蒙社區 一起搬到Hakuna Matata 享受點燙班的生活啦 但是最後好笑的是 原本的視角就是回到他們在看的電影院 然後準備要Ending了 結果所有的迪士尼角色全部都擠進來電影院 還要再重看一次真的是超可愛的啦 雖然說他的劇情仔細研究的話 好像有點拔辣 但是因為他的節奏跟笑點都裝得很準的關係 所以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去看 超推 再來下一部就是小鹿班比2 第二集上映的時間 可是和第一集隔了64年之久啊 都要當阿公了耶 從嬰兒到當阿公才看到第二集 那這部電影不太像一般續集一樣 是在講之後的故事 而是接著班比的媽媽被獵殺之後 到他長大以前的這段時間 與他爸爸森林之王相處的故事 那故事的一開始就是一個難過的開頭 還不知道媽媽已經死掉的班比 還在大學裡尋找他的蹤跡 然後爸爸森林之王把他帶到洞穴裡過冬 接著春天來了 嚴厲又高倫的爸爸 開始試著教他各種關於鹿的求生技能 像是吃積雪底下的樹根啊 然後在冰上行走等等 然後也帶他認識其他的鹿 希望他融入大家 但總是會有喜歡捉弄班比的鹿欺負他 有一天班比被獵人和獵犬攻擊 雖然說被爸爸救了 但也被爸爸禁足在樹洞裡面 不過調皮的班比 還是跑到森林裡面想要證明自己的勇氣 好死不死又遇到那隻兇巴巴的小鹿 那班比在追逐的過程中 跳過了超寬的懸崖 讓他爸爸開始了解自己的孩子已經長大了 可以獨自面對外面的世界 從此之後父子的關係也變得比以前更好了 但是 沒錯 故事就是會有一個但是 班比得知自己的媽媽被害的真相 真的是超生氣的 他想為自己的媽媽復仇 雖然說爸爸不允許 但是班比還是覺得 清菜啦 抽就對了 雖然說二犬真的是很可怕 但班比還是憑著自己個人的角力 跟爸爸加了技巧 成功打敗了二犬 之後故事也就在鳥與畫像的森林裡面結束了喔 我只能說班比真的是太可愛了 而且他的歌又很好聽 我只能說在續集裡面 他算是非常有水準的一部動畫 再來要講的就是風中奇緣的續集 風中奇緣2 倫敦之旅 其實這是根據真實世界的保家康帝 遠嫁英國丈夫約翰羅爾夫的浪漫史 所以其實跟第一集的男主角不一樣喔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都會說 欸怎麼續集男主角直接變成一個臉 就是不同人啊 雖然說有增加一個新的男主角 但是這一集的反派 還是第一集那個胖嘟嘟的總督 他一開始就想要逮捕第一集跟他作對的約翰 結果約翰一個不小心掉進河裡 生死未活 大家都覺得他應該活著的機率不大了 之後遠在家鄉的保家康帝 聽到這件事之後非常的難過 但他也慢慢收拾心情面對未來的生活 那這時英國皇室剛好派了新的外交官約翰羅爾夫 去跟EDI部落的酋長 談談去英國見國王的事情 想當然酋長當然是一百萬個不願意啦 所以保家康帝基於孝順 以及想要探索的渴望 自願前往英國 當然他的動物朋友們 一定是要跟著他一起去的啦 然後接下來 這段劇情我覺得超像神力女超人到人類事件的時候 那個發生的場景 好不容易到達英國的保家康帝 自然是對這裡充滿著興趣 然後周圍的人也都用奇異的眼光來看他 再來那個反派總督 因為想要修辱保家康帝 所以假猩猩的向國王提議 讓保家康帝參加國王貴族的高級晚宴 羅爾夫雖然很不爽 但還是得努力救個場吧 於是保家康帝換下他原本伊丁安的人的服裝 穿上有教養的禮服 還有高跟鞋跟高級的項鍊 喔 還要把臉畫白 找到紅錯了嗎 雖然晚宴的一開始好像還OK 但是邪惡的總督為了刺激保家康帝 所以開始虐待熊 但是保家康帝拿受得住啊 所以他馬上大聲刺著國王這種虐待生命的行為 再加上總督的煽風疊火之下 讓國王認為印第安人都是跟猛獸為伍的邪惡種族 因此允許出兵攻打印第安人 而保家康帝也被抓起來等著判刑 還好前男友史密斯出現了救了他 然後史密斯跟羅爾夫就開始為了如何阻止總督出兵大草 這時保家康帝卻頭也不回地跑到聖地裡面唱歌 沒有啦 其實他是決定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所以跑去回想有數婆婆告訴他的事情 於是最後保家康帝展現最真實的自己 去跟國王還有皇后講述所有事實 加上史密斯的出現讓國王終於知道 一切都是總督搞的鬼 接下來總督就被國王抓走了 然後呢 史密斯原本想要跟保家康帝再續前緣 但保家康帝很清楚那已經是過去式了 好馬不吃回頭草 而且他現在已經跟羅爾夫相愛 所以兩個人和平的道別 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 其實真的很難看到迪士尼的故事 會有讓人有一種 欸 好現實的感覺 因為迪士尼的結局通常都是幸福快樂 不太會有這種分道揚鑣的感覺 所以他這一部的劇情其實蠻特別的 接下來就是變身國王了 裡面憨憨的小大哥高剛 雖然說只是配角 但還是非常的吸睛 因此變身國王的續集 就是高剛的獨立電影 變身國王2 高剛外傳啦 這部電影跟第一集的變身國王 有很多相似的元素 像是在看電影的方式 有一首主題曲之類的 但他分為兩個故事 第一個是高剛在廚房當大廚的時候發生的故事 他一邊當附近居民都愛到不行的餐廳大廚 還有兼差當童子軍的領導人 只不過有一天他最害怕的老爸寄信給他 想要看他的房子 原來高剛從小就對煮飯很有興趣 不過他爸不喜歡 他想要高剛以後 是能夠在山上買個高級住宅至產的成功人士 那剛好高剛的苦惱被上一集變成貓的伊斯瑪聽到 喔他這一集變成了半人半貓啦 他馬上就找來了高剛 問他要不要一起賣能夠反老還童的青春藥水 啊高剛又傻傻的 以為對老人家好所以就答應了 而且銷售量還好到高剛直接在山上買一下高級住宅 但其實那些藥水都是伊斯瑪用下水道污水做成的 而且老人家為了買藥水都已經請家蕩產了 那高剛最後良心發現跟老人家一起抵制伊斯瑪 然後伊斯瑪就把自己變成兔子逃走了 好廢喔把自己變成兔子逃走 再來第二個故事 Focus在高剛童子軍領導人的身份上 有一天他們在練習的時候 發現另外一個童子軍團 跟他們漂亮強悍的領導人鮑威爾 兩團在第一次的游泳就已經結下兩子 發射在比賽中取得最終勝利 那比賽的這段真的是很有趣 很有變身國王的那種風格 總之兩隊一直都是平手的狀態 但是一直比賽也讓兩隊的小朋友累到不行 於是高剛跟鮑威爾都想做餅乾給自己的小朋友吃 然後就這樣插出了火花 原本最後一場體操比賽大家都想公平競爭 但是蒂寶為了獲勝所以選擇作弊 鮑威爾知道之後非常相信也離開了高剛 結果呢爸爸來了 雖然所有的朋友都熱情相挺 但最後反而搞得一團亂 讓爸爸又生氣又失望 而高剛也很低落 覺得自己沒有符合爸爸的期望 對啊如果一次有十個人 說性的老婆跟小孩誰不傻眼 -有誰在這個城市裡 很開心生活也很精彩 最後爸爸決定認同自己的兒子並祝福他 而這時作弊的地堡也勇敢承認了錯誤 並把鮑威爾帶回來 最後就是Happy Ending啦 這個其實也真的很有他的幽默在 而且我覺得變身國王系列其實是 蠻耐看的一個電影 但我發現其實很多人連第一集都沒看過耶 如果你沒有看過第一集 真的推薦你去看看 我覺得蠻有趣的 雖然說裡面的角色沒有到特別的好看 但是都醜得很可愛 就是很醜可是你很可愛 像史迪奇那樣子也是啊 -哪有史迪奇很可愛史迪奇很醜 他就是很醜啊 -對就是這個 再來最後我們要講的就是 鐘樓怪人的續集 鐘樓怪人2老實中的秘密 雖然前面有很多優秀的故事 不過這集的口碑跟劇情都沒有上不這麼好 怪人卡西莫多已經不需要躲躲藏藏 巴黎的居民也都對他非常的友善 然後面對即將到來的情人節 很多遊客都慕名來到巴黎 希望透過老實中的鐘聲 能夠得到祝福 不過這口充滿寶石的大鐘 當然也吸引了盜寶集團的注意 他們喬裝成馬戲團 趁大家專心看表演的時候 偷走居民的財物 除此之外他們也讓魔術式的女豬手 去接近卡西莫多 這在老實中放的地點 雖然一開始女豬手 有被卡西莫多的長相嚇到 不過在相處和觀察之下 他也發現卡西莫多深涼的心 因此開始願意接近他 而卡西莫多也因為難得這個愛情 非常的珍惜 但這個時候 整個城鎮還是籠罩在財務損失的不安之中 而盜寶集團的首領 跟著稱了卡西莫多出去 不在聖母院的時候 偷走了老實中 不過身為同一團的女豬手 卻被卡西莫多誤會了 以為他就是為了實中 來跟他騙財騙色 算了本來也是這樣 不過因為好友的小孩 竟然自己跑去盜寶集團的船上 讓卡西莫多趕快跟好友們 一起前去營救小孩 那卡西莫多跟女豬手 也在拯救小孩的過程中解開心節 並且順利的拯救小孩 那最後的故事 就是在老實中的終生 和聖代的情人家節中結束囉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很圓滿 但是我覺得具體有點薄弱 反而就是為了給男主角卡西莫多 一個Happy Ending 然後刻意加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這種感覺跟我看完仙女拳2 蠻像的啦 嗯就是 蛤? 我還是覺得仙女拳2太爛了 好啦那今天的故事就說到這邊 你覺得哪一個細節動畫最精彩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如果你沒有看過第一集的話 也記得去看喔 最後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然後也可以追蹤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可以抽電影票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看 你在哪兒 在哪兒 看到了 在哪兒